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讲一下NURLAM 频道 今日继续与大家分享梁无相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讲到梁无相唱《辛玛康》唱得相当成功 成功到几乎假可乱真 而且几乎可以与《辛玛康》本人打对台 而且打对台时的卖助力亦是不错的 今集讲一下梁无相的一些花水新闻 首先为梁无相与粤剧红龄陈露梅 在1953年11月12日 曾经为香港岛西环干乐道中 亚洲酒店餐厅开幕展彩 另外梁无相也和很多粤剧《花旦》合作过 例如郑碧莹、罗艳卿等人 在改编至1952年 《唐狄生》编剧的《同名戏堡》 《夜夜念牢娇》这一套剧里面 这一套剧是一个喜剧 他就和邓碧云多次作反串的装扮 在片中主张男女平权 批判一些迷信的思想 和一些以买卖形式来做的婚姻 这套剧《讽刺时弊》相当之到位 而且一点都不过时 两个大老官 即是梁无相和邓碧云 他们两个癫乱祷奉 同场交忌 亦都相当之精彩 在当时来说是一部 不容错过的好剧 另外根据梁无相的妈妈 梁无相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女孩 而且梁无相是极之孝顺 她就相当之好清静 所以除了表演、拍戏之外 或演剧之外 一般很多时无事做 多数都是留回家 事奉母亲 很少说外出的 另外台湾有一个歌艺团 叫做《艺霞歌艺团》 里面有些成员是陈淑芬 小米和高梅 三个都是梁无相唱乐曲的徒弟 即是陈淑芬、小米和高梅 跟梁无相学唱乐曲 当时他们学唱什么曲目呢 包括《江水王夜祭真妃》 《帝女花》 《万恶淫为首》 《恶身尚胆》等著名曲目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梁无相演出的电影 梁无相演出的电影不是很多 那就是1947年开始 那就是她的储女作 就是《含绍饮披霞》 接下来是1951年 《新梁山伯与竹英台》 他就饰演《民心》 1952年 《江水王夜祭真妃》 他就饰演《江水王》 1952年 《新舍丁山三气凡梨花》 接下来也是1952年 歌唱《胡不归》 他就饰演《文平生》 另外就是《两个雕蚂女》 《三气消月白》 他就饰演《尿路路》 接下来是1953年 就是《哲触仙灯》 他就饰演《皇上》 都是53年 《江棍恩怨》 他就饰演《梁珠》 接下来是1954年 就有三套 分别是《甲凤昂迷》 另一套就是《仁望高柱》 第三套就是《好女十八甲》 然后1955年 就有《戏王之王》 接下来是《梁山伯与足英台》 然后就是《苏小梅》 《三难新郎》 他就反串做《秦朝友》 接下来是《贝解红罗》 他就分析两个角色 分别是《汉宣帝》和《太子》 然后就是《金生陶俠》 和《陈世美与秦香年》 他就反串飾演《陈世美》 接下来是《棒打薄情郎》 然后1956年 就有《夜夜念奴娇》 《黄飞鸿三戚女标诗》 《陶三春困成》 《真假白金龙》 和《陈万年再世婚姻缘》 接下来是1957年 1957年他就拍过四套电影 分别是《八美戚藏丸》 《阴阳线》 《烟枝马》《三斗黄飞鸿》 和《铁嘴鸡水鬼星成王》 接下来是1962年 1962年也是他最后拍电影的一年 这一套修山剧 修山的电影就是《红梅仙》 《借诗还云记》 他拍完这一套之后 就再无拍电影了 最后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梁无相曾经唱过什么曲目 在这里主要就是说他独唱的一些曲目 他独唱的曲目包括有 有《龙凤足钱兼蝶类》 《夕阳红杏影残庄》 《江水王爷祭珍妃》 《小晴增》《偷祭藏花粉》 《穹图乐传》《穹图乐伯歌》《二角情花》《蝎房夜远》《夜吊秋喜》 此外也有一些合唱的曲目 合唱的曲目有《小桥气周郎》 这个是和《红线女》合作的 另外有《伦文醉》 《伦文醉》和邓碧云合唱的 《三月杜娟云》 《三月杜娟》和《余丽珍》合唱的 另外还有《帝婉春心》《化杜娟》 亦都是和《余丽珍》合唱的 另外还有《友话》 这个是和《凤凰女》合唱的 另外还有《美人如玉兼如虹》 就是和《女虹》合唱的 最后一首就是《同命烟鸯》 亦都是和《女虹》合唱的 好 今日和大家分享 梁无相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也全部完结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你留言点赞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N频道 好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其他《月强明灵》的演艺人生 拜拜